首相拿杜斯里·伊斯麦莎比利承诺 第十二大马计划将着重发展比较落后的六个周数 也就是吉达、吉兰丹、玻璃市、登加楼、沙巴和沙拉越 政府将从联邦基础建设拨款内挪出至少一半的款项 来协助发展这些过去一直缺乏发展的周数 那除了注重国内发展 我国也致力于环保减排 放眼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放目标 首相拿杜斯里·伊斯麦莎比利 今天在国会提成第十二大马计划时承诺 将会专注提升全马六个缺乏发展的周数 吉达、吉兰丹、玻璃市、沙巴、沙拉越和登加楼 尤其是致力于减少东马两周以及吉兰丹的贫穷率 优优优独播出至少一大马计划时承诺 首相表示政府将拨款77亿令吉 来提升东马两周的数码网络覆盖率 包括宽频服务 同时透过沙巴和沙拉越 两所大学医院的建立 促进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 通过这些提升计划 政府放眼在未来五年 沙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勇望提升至6.5% 沙拉越也能提高到5.3% 除了注重国内发展 我国也致力于环保减排 首相承诺我国不再增设燃煤发电厂 还将透过一系列减碳长期发展策略 让我国最快能够在2050年 达到净零碳排放目标 沙比利表示 政府将推出全面的国家能源政策 以更环保的天然气取代燃煤发电厂 推出能源保护及效率相关法令 监督工业及商业消费者使用能源 另外政府也将透过包括碳定价 碳税务在内的方式 有效减低碳排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